千台入镜,眼下风铃,摇晃曾经,回忆是一丛丛,无从简介的风景,爱却始终年轻,想必这是大部分人多年后都会有的状态。 我们今天的主角,穷瑶的玉勇男主秦翰,也不例外。 秦翰温文尔雅,风度翩翩,曾是万千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。 约琼瑶的玉勇小生秦翔林,被称为二秦,更是跨越八十九十年代的娱乐圈代表人物。 曾经红吉时的他,家庭背景也不容忽视。 1946年,秦翰渊明孙祥忠,出生于中国上海,他的父亲是抗日名将孙元良。 说到这,必要聊聊孙元良这个大人物的事迹了,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, 但若说四行仓库,应该就知道他是谁。 孙元良是电影《八百》中,针手四行仓库最高长官谢靖元的上司。 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,他一样貌出众,被选入仪仗队,更是身受蒋介石器重,成了蒋的嫡系亲军。 可见秦翰,完美继承了父亲,那张英俊帅气的脸。 孙元良又在北伐战争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,第一军,第一师,第一团团长。 然而这个被蒋介石看中的将士,却有非将军,逃跑将军,贪生怕死之徒之称。 国民革命军在南昌的战斗中,孙元良没有遵守长官的命令,战争中不停从上级命令,案例要重罚。 但无奈孙元良自知惩罚不清,他便早早地溜走了。 也因为他跑得快,参用了非将军J雅号。 这一外号虽有些讽刺,但也足见孙元良那股机灵劲。 可惜他这股劲在937年孙虎会战争的最后一战里没有看到一毫。 看战片《800》中,将出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,便是孙虎会战的最后一战,四行仓库保卫战。 孙元良本应才是这场保卫战的主角,他本应该是真守在四行仓库的最高长官。 但孙元良认为,继续死守毫无意义,最后他自己带着主力军退出上海,只留下了一个副团长谢金元,带领400多名战士死守,也就有了影片中壮烈的一幕。 虽说孙元良这样做,避免了更多无畏的牺牲,但他也是造成这场惨烈的保卫战的推手。 作为当时最高长官,他不应该以身作则保卫上海吗? 再到南京保卫战,此时果军主力已损伤大半,所以南京被占领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孙元良因为又没有遵守上级命令,在推出南京后背上了逃兵的骂名,但这件事却存在疑点。 因为孙元良被将谢石送进监狱后,他的罪名里并没有在南京保卫战中逃跑这条。 转年一想,一个愿意当兵保卫国家,勇敢抗日的人,会是贪生怕死之辈吗? 如今我们并不能切身体会当时战争的残酷。 但孙元良却多年抗守一线,会是别人口中的逃跑将军吗? 这些都已经无法验证,但不能否认在战争面前的他是毫不畏惧之人。 孙元良是个敢闯敢拼之人,但他的儿子秦汉,在感情上却没有继承他的拼禁。 1972年,秦汉与林青霞在电影《窗外》剧组相识,当时两人都处于颜值巅峰。 林青霞更是被秦汉身上儒雅绅士的气质深深吸引,但秦汉没有其他非分之想,因为他早已是个已婚人士。 然而感情并不是秦汉抗拒就不会发生,此后两人有多次合作,一来而往,爱情便悄悄地来到他们身边。 这会儿秦汉不仅是爱情降临,事业也出了萌芽。 1976年,秦汉和林青霞传出绯闻,自这一年起,秦汉的演艺之路彻底打开。 第二年,他又接影片《汪洋征的一条船》,获得了第15届鸡马奖最佳男主角奖,以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。 秦汉的演技逐渐受到更多人认可,他和林青霞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 终于在1982年,秦汉和妻子离婚,三年后便公开与林青霞相恋。 尽管林青霞算是秦汉婚姻的第三者,但也抵不过两人狼杂女貌,也是十分般配了。 都以为秦汉和林青霞是天作之合,然而两人的恋爱旅程却是一波三折。 历经多次分分合合,最终林青霞因秦汉始终不给他一个婚姻而选择分手。 因为秦汉的优柔寡断,曾经让人羡慕的这对神仙眷侣,总是走向了岔路口。 多年后,秦汉参加花样爷爷节目,他独自一人在法国尼斯的海边黯然神伤,指引他和林青霞一起来过这。 而现在却已经物是人非。 如今74岁的秦汉,身上仍有当年的温文尔雅,他也像当年一样是独身一人。 好似还是那个迷倒中前少女的穷妖男神。 独身的秦汉,是不是还在念着曾经他深暗过的那个人呢? 来吧! 感谢观看